觀眾朋友 你好 歡迎收看今天有個好好說的節目 今天是六事發生 剛剛好滿二十週年 從今天開始公視有話好說 將會每個禮拜都製作一集的中國觀察系列 給你不知道的中國 到底中國長什麼樣子 為什麼公共電視要製作這樣子一個系列論壇 最重要的是我們認為在台灣 因為面臨到隔壁有這麼強大的一個國家 而這個國家的所作所為 對台灣都會造成非常非常重大的影響 目前兩岸關係真的是春暖花開 但是中國到底在想什麼 兩岸之間的整個經濟上的和緩關係 是不是會帶來政治上的一個和平的前途 大家在擔心的是說 中國這二十年來到底是不是真的變了 不管是前副總統呂秀蓮所說的 現在的中國已經不再是二十年前 那樣子屠殺人民的一個中國政權 包括馬總統今天也表示說 中國在這十年來對於人權議題的高度關注 以及所展現的自信 跟這樣子一個有自信的一個想法 其實中國真的是變了 可是我們想問的是中國真的變了嗎 儘管這幾年來 中國在經濟的成長率都是每年平均一百分之十 的這樣子一個經濟成長率在快速的飆漲 可是經濟的成長是不是真的能夠帶來政治上的開放 從今天開始六四二十週年 到底整個中國未來的變化是怎麼樣 有話好說每個禮拜都會用一集的方式 來討論到底中國現在的改變是什麼樣子 我們先介紹今天的四位特別來賓 首先我們歡迎是前中共總書記胡耀邦的重要智囊 也是在台灣教書教很久的阮明阮老師 主持人好 大家好 還有我們再歡迎海外的民運人士 曾經也是廣州第十六中學的老師 在六四發生的時候 他在香港參與整個運送物資 以及在六四之後 也就拯救了非常多的學生 我們歡迎是海外的民運人士汪寧 汪老師 主持人好 各位觀眾好 我們再歡迎國際特色組織 臺灣總會的理事 也是臺灣非常重要的一個中國觀察的一個學者 跟作家張鐵志 主持人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我們歡迎中國的流亡 世人貝林 好 主持人和觀眾各位好 其實大家在面對二十年前的 那一場血腥鎮壓事件 說實在很多現在五年級 四年級跟六年級的人都非常的記憶猶新 可是對很多年輕人 到底六四是怎麼樣 為什麼會發生這樣子一個血腥鎮壓的事件 我們先來回顧一下二十年前那一場天安門六四事件 1989年中國改革開放走過了十年 卻接連面對物價闖關失敗 社會改革無力 關島貪腐 自由與保守派的改革對立和權力拉鎮 歷史的必然遇上了改革派的前中共總書記胡耀邦 在四月十五號病逝的偶然 這一天下午之後 天安門廣聚集越來越多對時局不滿的學生和民眾 民運開始蔓延各地 學生提出了各種改革的訴求 還有罷課 遊行 絕食 當局一開始是肯定學生的愛國行動 接著定調為反革命動亂 暴亂 雙方雖有對話卻是各說各話 而歷經五十天的抗議 最後抵不過鄧小平一句戒嚴 和六月十號清場的決議 同學們 戒嚴部隊只恢復指令 期待清場 我們同意同學們的呼吸 請同學們 立即撤離家門廣場 戒嚴部隊只恢復 料卻設定 八九民運最後以失敗收場 死傷數以千計 就是我自己看到有三十幾位被殺死 最殘酷的一幕就是 我看到了十幾個學生被壓死 另外還有幾個學生被壓傷 中共後來改稱這是一場政治風波 但是王丹 吳爾開西等21名學生被通緝 還有大規模的逮捕監禁 改革派的總書記趙紫陽 被冠上支持動亂和分裂黨的罪名下台 六四也在中國成了禁忌 那麼我相信當局決定 採用這種武力鎮壓的方式 當然目的很多 其中也一個目的 就是扳倒趙紫陽 用一種最激烈的方式 那麼逼迫趙紫陽 因為趙紫陽主要選擇的是 比較溫和的方式 中共成功的擋住了第三波民主化浪潮 向紅色中國襲擊 但加速金改也無法逃避 只是剛上台的總書記江澤民還在遲疑 1992年鄧小平南巡講話 終於說出金改要更大膽一些 誰不改革誰下台的重化 從此之後經濟改革在中國綠燈全開 穩定壓倒一切之下 八九民運的火種以不同的形式 在中國發出偽光 而六四平反則稱了中國政府 二十年來不願面對的真相 我先請教一下鐵志 其實我們在回顧二十年前 那一場所謂的六四天安門事件 對臺灣的民眾來講 一定是不陌生 就那個時候大家說蒙上眼睛 就以為看不見 霧上耳朵就以為聽不到 那個時候不管是整個執政黨 或者是臺灣民間的力量 都大肆地在說怎麼可以這樣子 可是這二十年來 我們其實看到是在臺灣 似乎這樣的一個記憶 越來越模糊 我想請教在六四天安門發生 過了二十年之後 到底這樣子一個事件 對我們來講 它的意義是什麼 對臺灣的民眾 我們怎麼樣看待 二十年前那個事件 我覺得我們臺灣 為什麼要關心六四 或者你問說 怎麼看待六四 其實有兩個角度 第一角度說 如果臺灣走過了這個 很辛苦走過民主的道路 那麼我們自認為 我們重視人權民主 那麼當然關於中國人權民主 我覺得是非常重要的 那其實就好像 也許我們也關心緬甸 關心其他國家的民主跟人權 我覺得這是普世的價值 可是中國特別值得我們關心 是因為我們畢竟 跟中國的互動非常的密切 那麼過去二十年如此 顯然未來二十年還是一樣 互動會非常的密切 但是我們所看到的 我們主流的媒體 用中國的話說 我們的主旋律 主要的話語都是 一方面看到 不是中國這個雄偉的建築 電視整天報導說 哎 建築很好 北京的奧運建築多棒 美麗的山水或是美食 或者經濟投資的前景 看到似乎總是中國的光亮一面 可是那個不是中國的全貌 很多時候我們沒有看到 其實在中國 還有很多黑暗的一面 還有很多的維權人士被逮捕 還有很多人在黑漏裡面 還有很多弱勢的群眾的群意 是受損的 所以我覺得如果我們必須 跟中國交往 就必須跟人家認識中國的真正的面貌 王老師我要請教你 六四發生那個時候 你應該人在香港 可是呢 其實你是非常積極的參與整個六四 包括運送物資 以及六四真的發生之後呢 參與所謂的援救學生這樣的行動 對你來講 二十年前那場六四 對你造成了什麼改變 對你周遭的朋友 又造成什麼樣的改變 這個六四 這場運動呢 其實改變了當年的 整整一代的學生 以及呢 他的中年人 老年人 那一代人呢 以前呢 是感覺到是整個中國的形勢呢 是開始有一點變化 言論呢 開始有一點點的自由 但是呢 當這種言論的自由剛剛開始 那有一點變化的時候 就突然呢 來了這一場的這個運動 這個運動呢 是在實際上呢 把當時的準備 有一點點的開放的那個那個那個 形勢呢 給打下去 主要的打擊的方面呢 是政治方面 而不是經濟方面 是 在政治方面呢 言論自由 新聞自由 知識分子的心態 以這裡影響了全國人民的心態 是的 六四可以說一場的鎮壓呢 把整個一代的人呢 是打下去 貝林那我就要請教你 就是說你在回過頭來看 二十年前那一場六四事件 再看現在中國的一些年輕的學生 其實我昨天在家裡看那個 美國公文電視製作的坦克人 那一部紀錄片 真的看了很感動 可是他做了一個實驗 他邀請四個北大 現在北大的學生拍拍座 他拿一個那個時候 震撼全世界那張照片 就是有一個年輕人 他可能是工人 可能是學生 沒有人知道 站在一排坦克車的前面 硬生生的把整排坦克車擋了下來 他拿那張照片給所有 那四個北大的年輕學生看 沒有人知道 那張照片是什麼 問六四 沒有人知道 那個八九六四到底是什麼 現在八九六四這四個數字 恐怕已經成為密碼 因為這些密碼在中國都被封鎖 因為這些密碼在中國都被封鎖